今天我和老婆會去到英國的牛津 一個帶領著人類文明的城市 參觀這裡充滿文化氣息的建築物 嘩,但是搞什麼? 這裡的槍插滿了鐵枝的? 18個月,竟然可以是一輩子長的時間 他足夠被三任首相上台又下台 經歷到一代君主的變根 看著一場瘋狂的戰爭爆發 還有世紀瘟疫 由大流行跟著到結束 在這個人算不如天算的大時代 我和老婆在英國,一個非常純身 但是有似曾相識的地方 展開了不同的小旅行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旅行 找回自己身上不見了的東西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要去Ossford監獄 監獄? 對 其實他跑了很久了 只要1996年才停 對,你也知道的 你之前做了研究 對 厲害啊,我老婆果然堪稱得上一本 有話音功能的人獄維基百科傳輸 根據他所說 這座監獄原先是城堡 在1073年興建 但是英國後來內戰 打到城堡熔熔爛爛 技術跑樓梯 一天要跑5000次的陰功 還有些伙食 都是其差的 鼎成了英國的傳統 他引起了我老婆很大的關注 但他真的太少了 除了監獄的生活之外 這個博物館 還介紹了很多以前用過的手購 刑具等等 並且還講解了以前是怎樣執行死刑 不僅如此 我們在這裡 還認識到一些出名的囚友 包括一些汪洋大盜 上司月獄的囚犯 當中最小的 講你都不相信 是七歲的小女孩 她因為老粒被人踏進來 那時候才是1888年 不講人權的嘛 那你踏誰回來都沒有王冠 這次參觀監獄的高潮位 其實就是 現在 我們在這裡職員的帶領之下 去到這個監獄的地下室 聽說這裡曾經被用來做停時間 還有營場 所以間中都會有些超賤的事件發生 而很多農友來到這裡 上司拍照 相機都會失靈 剛才我下了一個很靈異的位置 那裡說很多 之前死了很多人 我拍了照 我真的拍到 那些攝影機 聽說是會 去到拍攝個角落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我拍攝個角落 我都不知道 我進去就亂拍了 然後剛才那個導遊小姐 我說 原來很多人都拍不到 但我拍到 我拍到 那就是 騙你 那裡有點心慌慌 剛才呢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看了 就是 之前有一個政治犯 或者一個罪犯 但是其實不公義審判的情況下 那便審了 然後去到 剛才那些刑具那裡 被人拘捕的 最後 發生什麼事 那些審他的官 還有那些 不斷想的人 死的那些有錢人 在審判完那個審判之後 死的嗎? 全部離奇死了 是不是有三百個人? 全部男人 那些 老弱婦孺沒有死的嗎? 是的 但是老弱婦孺就沒有死了 即是那些高官都死了? 那些有錢人 那些官呢 那些官 那些審判他的人 真的 你說什麼? 好害怕 即是想多年的 中世紀 古代的 是的 是嗎? 這叫等天修 是 是嗎? 有報應 你覺得歷史會不會重嗎? 你最選得是 即是你覺得歷史會不會重嗎? 我覺得公義自在人心 好了 參觀監獄就到這裡了 看了那麼久 到底我們有什麼得獎呢 最發人心醒就是那些法官 還有那些有錢人想著欺壓人 最後死了 死了 很划算 這是發人心醒 前面那些要剪 我沒有說 我只不過是說那時候 說英國是嗎 英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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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那個什麼啊 那個中世紀啊 你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不是啊 剛才那裡啊 你說回吧 你又不讓我說 最發人心醒那裡是什麼 最發人心醒 最發人心醒的是那些法官 亂判人 還有那些當時那些有錢人呢 根本就欺壓 就曾經去欺 即是冤辱了一個人 冤辱 是的 那個是政治犯 還有政治犯 那個人就拉了進去 還被人拘捕 拘捕完之後呢 最後呢 審他那些人 還有當日出席的所有有錢的男人 全部之後怎樣 死了 死了 其實死不死是看時間的 這個故事教我們什麼 做人要有兩支 講起牛津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不是字典啊 都不是牛洞啊 他讀劍橋的了 而是這個城市的建築物 就好像這座圖書館 他不單是出名的魔法電影的拍攝場地 他還是一切在英國出版的書刊 都要存檔的地方 你說是不是真是人類思想的收集站 裡面那一千三百萬本書 真是看很多細都看不完 講到出名的建築物 還有這座炭式橋 老回來的 真那座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其實全世界周圍都有自稱的炭式橋 聽說香港的舊立法會大樓裡面 曾經都有一條 當然的外形沒有那麼宏偉 但是跟正版那條一樣 他都是囚犯入策之前 看到的城市的最後風景 好了好了 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 牛津大學的自然歷史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 是牛津大學傳放到動物標本的地方 這裡儲存了七百萬件收藏品 包括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副恐龍骨 假東西來的 複製品來的 這些標本和模型 原先是散落在牛津大學不同的教育設施裡面 喂 不過太散了 好難看 於是就拿這個博物館 將他們集中在一起 你說什麼?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什麼? 鴕鳥 就是你 你不是鴕鳥 你不是鴕鳥 你是什麼? 蛤? 你是什麼? 兔仔 你是海龜 海龜是善良的 是嗎?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 都在不斷地收窄 這個滅絕危機的源頭 並不單單是由於地球暖化因子 就以這隻野豬為例 其實是由於 得罪人 我就想找野豬 但是幸好都找不到 你剛才那隻不是野豬嗎? 那隻不是野豬很可愛 不是野豬很慘 不過這個世界 一雞死就一雞命 適者生存 進化倫舊 所以無論世界變得多瘋狂 都總有一些新物種出現 就好像這隻臭蟲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些新發現的物種嗎? 但我估計是2017年發現的 是啊 但你覺不覺呢 那新物種 平時可能在家裡見到 打死了很多隻 我不知道 不是啊 他說2017年嗎? 但我覺得好像近來都有見過 不是近來的 我想早幾年沒見過 你發夢的時候見過 但你…我是會拍成那些人 你怎知道新還是舊 蛇都被嚇死 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 都是不斷地在進化 無論是生理上 還是文化上 為了搞清楚人類文化發展的軌跡 我和老婆去到自然歷史博物館旁邊的另一座博物館 看看這裡有關人類學的收藏品 這個博物館 將它從不同民族收集到的物品 根據人類的共同行為 擠在一起 例如照明啊 寫作啊 玩玩樂器啊 吹奏啊 戴頭盔啊 其實吹奏是由自可 當這些東西擠在一起 你會突然之間發覺人類之間原來是多麼相似 就以玩音樂為例 原來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 都會在悶的時候 劈粒來吹向它 當然 對於這件我們叫它燒的物品 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獨特的名稱 和它自己喜歡的花款 但是這個行為本身是有共同性的 即是拿著粥在那裡吹的這個行為 到底它是因為民族之間互相抄襲 而一起做這個行為啊 還是因為這麼巧合的狀況 而分別發明了這個東西出來呢 這樣就真是不知道了 無論如何 總之每個文化都是很深厚的 都是同等地值得尊重 沒有說誰大了 如果你只准人叫輪燒做燒 逼全世界都用你的標準 用你的語言 不用還反轉華人羞辱你 我相信這種帶有妄想症的幼稚行為 是全世界80億人絕不允許 你剛才在人類學博物館有什麼看法? 挺好看的 你覺不覺得人類很遲啊? 我不明白為什麼 同一時間可以 即是你做吹燒它就做吹燒 對啦我都不太明白 來到牛津 就當然要去牛津大學看看 但是牛津大學在哪裏呢? 沒有啊 它分佈在整個城市很散的 只可以選一些去看看 而我們今天就決定去它的基督堂書院 它是牛津大學39間書院的其中一間 聽說還是最有錢的那間 你看它的排場就知道了 這堂這麼有氣勢的樓梯 和它的天花板 是歷史古跡來的 連那些最賣座的魔法電影都要在取景 再走前一點看看 大家眼前這個這麼有氣派的大堂 你猜一下是什麼? 是學生餐廳 我們這些吃開魯麥的 是很難想像在這些地方吃學生餐 這些就是糧食限制想像 聽說啊 這裡晚上吃飯 是要穿禮服進來的 不是啊 吃個常餐要搞這麼多東西?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英國的貴族傳統 其實基督堂書院 歷史上跟那些皇親貴族 真是很有關係 它是由有六個老婆的皇帝 亨利八世擴建的 過去很多國家的皇族 宗教領袖 政治人物都在這裡讀過書 例如英國過去的十三任首相 而當中的其中一個 還間接地搞到學校的物業被人刑事毀壞 喇 就是這裡們 給那些不同意見人士 寫上了一些反對標語 整二百年了 不過學校沒什麼所謂 不用左蓋右蓋的 反正表達一下 就任由他留在大方亭旁邊 大大方方地當他的旅遊景點 提到基督堂書院和政治有關的校友 還有一位一定要提 就是哲學家洛克 他死後是葬在這個書院的大教堂 洛克是契約論的支持者 即是認為人民之間有一個共識 將自己的權力交托給政府做代理人 委託他透過法律保障自己的權利 而實際上人民只是政府的衣食父母 當一個政府再不能夠保障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人民就要有權向政府收回自己的權力 洛克說的 我只是覆述 怎樣?畢業了? 對,畢業了 剛才我看到哈利波特 幫學了? 對 有什麼得獎? 很漂亮 如果在這裡上學我想不到應該怎樣 是嗎? 那你覺得你自己怎樣? 考不考得進去? 唉,我以前中學中間在牛津道那裡 哇,在牛津道那裡讀書 牛津道 你在牛津那裡讀書 牛津道 你也是在牛津道 牛津道 牛津道校友 牛津道 那你嘗試展示學生證 讓不讓進去 好了 今次的牛津小旅行就到這裡了 是時間回去 為assa 春是 廣告 妹 英 comments 絲 這個 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